要让他做得更圆满 要让他做得更广大 所以等于是我们自己的能力的提升 我们有做的要再继续 然后还要再做得更好 更多 更广 这样子的一种市政情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因为修市政情道 所以这边用一个道就表示 用一个我们中国的习惯的 这种修行的语言就是修道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以施修市政情来观念说 恶的部分是以生或者是未生 都让他自止 或是让他不生 善的部分是以生的让他增长 未生的我们也要方便 要来砥砺 劝勉自己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来修精进 用市政情来砥砺自己 那下面又有第二种的精进 要怎么样来观照我们能够精进 这边就讲到说 事情精进 能坏一切诸烦恼界 增长无上菩提正因 菩萨若能送于一切身心大苦 未欲安利诸众生故 而不疲倦 是民精进 所以这个时候 也要让我们 从市政情的断恶 然后行善 就是要有一个落实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要断恶的 就是要坏一切诸烦恼界 也就是说 所有的恶是哪一些恶呢 他的恶就是我们的贪生之烦恼 我们的怠慢 我们的我慢 我们的疑 那这些都是让我们起烦恼 能会让我们造恶而受苦的 这一些行为 我们就是要精进去把它毁坏 就是要消除这一些的恶因 那增长无上菩提正因 也就是我们能够行一切善 所以这边等于是对照 前面的市政情里面讲的断恶而行善 更加的积极 那菩萨要在一切的身心大苦之中 也都是为了要能够让众生安利 所以不疲倦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落实菩萨行 那强调说 我们如果会受到身心的这一些的苦 也就是说 为了众生而生疲劳 然后心会这种 好像这种疲倦 我们的心的这一些的这种 好像受损 这一些的这种 这种没有办法 好像完全自己在修 这种安定的这种禅行里面 那这个时候的身心的苦 就是也为了众生而焦虑 或是我们所受的这一些的 心的这种挂虑 那都能够为了众生故 而不疲倦 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这个是我们结经所提到的 菩萨的一个能够利益众生的考量 那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能够修精进 所以从发菩提心经论里面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精进里面 还有这么多的一种 我们从我们的心念 还有我们的行为 能够砥礼自己的这些的 落实 那下面又谈到 能够精进 我们还要有更明确的内容的 这样子一种了解呢 就是菩萨远离二时 禅取协精进以 修正精进 所谓修 能够更加的了解这个精进里面的内容呢 除了是除恶 那行善 那能够断烦恼 能够增长菩提正因 那还要再了解 我们精进呢 还有要改善我们自己的 不正确的这一些的烦恼 所以说 菩萨远离二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有这一些恶念 恶行的这一些 不正确的这些身口一三叶 就是说远离二时 所以菩萨是要发菩提心 要利益众生的 可是我们要先自立 也就是要先修自己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先要能够了解自己本身的缺点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如果有发现自己的缺点 我们也不要就是太过沮丧 我说哎呀我烦恼这么多 我缺点这么多 那我能够学佛吗 我能够行菩萨道吗 所以这里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要精进修行呢 其实要自立的过程 就是要改善自己 所以因为自己有这么多的缺点 我们更加要精进修行 所以这个部分 也是给我们有信心 所以说菩萨 在去除自己的缺点的时候 也是在修菩萨行 因为我们要去除自己的缺点的时候的自立 因为我们发菩提心 也希望说我们修得好 我们也可以做众生的一个学习的一种验证 也就是我们可以修得成 众生也可以修得成 因为大家都是众生 大家都是有决心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要能够面对自己的问题 看到自己的残取 斜精进 用残取这两个字 就是来表示我们一切的不如法 不正行 就是残取 我们委屈事实 用各种的掩饰的方法 来好像修饰我们不正确 不正念 恶念 就叫做残取 所以残取就是违背佛法 违背正法 那这一些的行为 那我们就是要去学佛 修行是精进 要这样的行 那如果我们把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行为 把它掩饰变成我们自己的贪生吃的 那个是残取 那如果我们按照这种不正确的 这种目标去追求的时候 那它也很精进 因为它好像是很努力 这样子在做 可是那个叫做邪精进 一切不如法 不正行的 有贪生吃烦恼的 这一些成分的 都是邪精进 它称作残取 所以我们因为发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那要精进的内容 就是要先改善这一些 不正确的邪精进 那来修正精进 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精进的内容 我们好像要越来越落实 到面对自己 前面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方向 上求下话 然后来掌握自己的善恶分明 从事正情来学习 然后再来断除烦恼 要能够修菩提正因 那第四个 又要我们能够落实 来面对自己的缺点 那再来 我们面对自己的缺点 我们改善的时候 我们就要正确的是要修信 要能够施戒忍定慧 慈悲习舍 这个部分呢 就是等于是说 第一个以信 就是我们对佛法要有信念 我们世间真的是要发菩提心来 落实来修正 修善 那这样的时候 只有我们的目标是对的 我们所做的 是正确的 那我们将来才会得到正果 我们才会得到好的善果 不然我们的人生 就是常常都有这些贪神吃烦恼 残渠 这个不正 那我们好像在这个世界 好像得到一些福报 可是将来 我们又跑到哪一道又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直轮回一直生死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目标 没有确立我们的菩提正信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确立信 也就是对正确的正知正念 我们要提起信心 我们是要这样子去学习的 这个很重要 那下面的失就是不失 戒就是持戒 忍就是忍入 然后定 禅定 慧就是智慧 然后慈悲喜神 那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整个的修行 就是要贯穿我们学佛的一切内容 所以六度 不失持戒忍入精进 智慧 就是六度里面 这里面就是提五度 因为我们现在要用精进来做什么 来修六度 那六度就是其他的五度 然后再加上慈悲喜神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十念里面 那种瓜 起来呢 我们上求下话 然后欲做 以做当做 自心常行 精进无悔 就是我们也要能够知道说 那我们欲做 也就是我们发愿要去做的 众生无边 是愿度 烦恼无尽 是愿断 法门无量是愿学 佛道无上是愿成 那我们发的愿要去达到的这个目标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愿是很大的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中间 又要修改自己 要改善自己的 这些的不圆满 然后呢 我们要去 落实去做 所以应该修自己的 我们也做 那有哪一些次第 哪一些的这种增长 应该做的 我们有在做 那这样子的一种过程呢 我们要自心常行 精进无悔 就是没有后悔 悔患 就是我们没有退转的心 后悔就是觉得说 哎呀 我这个一修行 好像钱也赚少了 或者是好像一些这种困境里面 我们也不能像以前这样子 跟人家争吵 跟人家的 这样子的一种竞争 这种好像用种种的手段 那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因为 我们知道 生命的正确目标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的去做 我们要有一个善恶的基本观念 所以在这个过程 我们好像对世间的这一些 有一些呢 是因为我们改善了这种方法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许我们有一些 世间法上面的一种损失 可是我们也没有后悔 那或者是在我们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对峙自己的这些的缺点 那我们又觉得 好像很无奈 自己好像使不上力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退转 就是用我们的正确观念 来带领自己 所以这个精进 它本身是我们所有的菩萨行 我们所有要发菩提心的一个动力 就是提起精神 我们不能退转 我们都要时时刻刻都要努力 我们要不离佛法 要能够落实菩萨行 这样子的一个提醒 所以下面就是要能够落实诸善法 还要救济重苦 如救头燃 心不退没 也就是一种精进的最积极的 也就是好像这个火已经烧到我们的头了 所以说如救头燃 也说好像是我们要去解救头燃 这个燃本来是有一个火部的 就好像头已经着火了 那这样子的急迫性 那我们心不退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种观念 那就是要让我们时刻提起 要修行是这样 所以这些都是从不同的层次来砥砺自己 那在各种的精进里面 从落实上求下化起正念精进 然后能够修四正情是精进 然后能够知道断除烦恼 修菩提正音是精进 然后能够知道去除自己的这些的 这些恶念 残取 这些邪精进 要修正经进 那要修六度 能够修慈悲喜舍 这些是精进 然后又要我们能够菩萨要虽负不惜生命 然为救济重苦 救护正法 当因爱惜不舍威仪 常修善法 修善法时心无懈怠 施生命时不舍如法 四名菩萨修菩提道 勤行精进 那这边又用我们要修精进的时候 我们也要能够关照自己 所以各种的精进的方法 这个地方也就是说 好 那我们要修精进 修到我们即使不爱念自己的身体 不爱念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可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身体 我们也没办法落实菩萨行 不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人的生命身体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爱惜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说我都可以舍生命 可是我们还是要有这个生命身体 才能够去行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爱惜自己 而且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 也不能够就好像自己邋邋邋邋的 所以也要不舍威仪 就是行住坐卧的威仪 修善法利益中生 我们也要保持庄严行 然后修善法的时候 我们的心 也不是说我修善法 我心就好像错乱了 我也要不懈怠 我要懂得界定慧 那我们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也不能够忘记要儒法 所以这边就是等于是说 菩萨修菩提道 要情形精进来 你说我们精进在修一切的善行的时候 我们也要观照整个佛法的一个整体性 也要儒法 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要符合正法 那我们在舍弃我们的这些的修行的这种 这种好像自己的观照的时候 也要能够牺牲自己而保持庄严 所以这边都是一个精进的一个整体观照 所以我们谈到这个精进行 我们发起能够发菩提心的不间断 那我们这个单元也来做功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夺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 新逢端午节祭祖 起见消灾超见法会 恭送大佛顶手邓严经 即佛前大贡 点灯供水 要贡 甘露诗诗 恭请常驻法师 祖法领众 日期6月4、5、2日 时间 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 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夜 基金会 南投分会 承征义工 恰询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地点 南投县 草屯镇 振兴街 70号 佛说的法是当时阴机 现在跟你说很灵 但过几天不灵了 法没变 说佛在时时能够对极说法 他一闻到法就开悟了 不对极 你说的佛法是很微妙 他一定受不了 他一定受不了 不但一般的人 就是大阿罗汉 也如是 神经父以前有两个弟子 跟他学了很久 不但没学成啊 没正果啊 翻到成了障碍了 后来佛亲自 把他那两个徒弟给他调弯一下 学定那人一样的学会 学会那人一样的学定 那两个人佛一教导 没有好交集 他就开着悟了 就成了阿罗汉了 说佛在时时 就没这些例子 现在我们呢 没说法不至极啊 不对极 不对极效果呢 就是产生的不太大 只能说中个三嬴而已 那个效果不大原因 就是再不能实际 怎么说法 很难 很难把你 很难把你啊 照不出生可 佛是这样教导的 如果是 像我们在金刚经讲 要去观空修空观 金刚经事说修空观吗 也不是这样的吧 我听到 金刚经事修空观 他也是从有门入手的 他是从对某一个号对几 对号入座 走错了号了 对付上号 那入不了座 这个道理可能明白吗 那么现在是反复 说法说 不能关机 不能关机 这个东西本执着 你还给他说一个执着法 让他执着苦极灭档 让他更执着了 那就是卸同法里 执着有的 给他说空 执着空的给他说有 我记得 这大家可能知道 广青老和尚 在全州703 闭关的时候 那他得管理都很支撞 没感应 老虎给他拔门 有感应吗 但是成道 那就太困难了 我得开心 老和尚 请红衣发肆 跟他到他灌坊 他得清点散 全州清点散 给他开心 劝他不要这样灌 不要这样主动 除了学学 我得这样修行 把他念佛念活一点 那这么开心 我记不得了 过程记不得了 没有说 那广青老和尚就出来了 或者就学着红发 见见做法子 来到台湾 到台湾全身念佛 如果他在 汉海官房里头 还得全州清点散 台湾这门道友 跟他就结不上缘了 说一个姻缘 成就一件事 都不是很容易的 特别是修道 经道 但是我们 绝对要记得两句话 心能钻井 不被客观的现实环境 转变你的心 注重你的心 能够转变外国的客观现实 心能钻井 在冷眼镜上说 心能钻井 几统如来 跟佛没有差别 加持你的心 被外面的客塵 环境钻 心被精钻 就是多了 那就是反复 那么在一场生活当中 所对的 大被打了 你是什么心 家似说 古安的杯子 一万块钱杯子 一块钱杯子 你能够平等对待 杯子就是喝水嘛 那做什么就是喝水 国有什么弄出的 现在在这弄上了解 说每一件事 每一件物品 什么都了解 你现在了解 那解决了 大家满意 要说名牌的 名牌有什么弄出的 不名牌有什么缺点 你多用脑子 把时间下分得清楚 因为什么 现在陌生物在死间 佛法在死间 不离死间去 你把你眼前的 环境所处理 人所在什么地方 地点 什么时间 你要搞清楚 所以你先了解 人 地 次 物 石 什么时间 什么事情 不能一概而论 今天有位道友跟我谈 他要朝印度 我倒对印度这么应认 赞摩经上说 释迦牟尼佛可是生在印度啊 但现在呢 是尼巴尔的 不是印度了 尼巴尔现在又是民主了 国王给取消了 你对世间下 你对世间下 如果还不了解 那你怎么 怎么样去进入佛教 进入佛法案 所以你生活上头 你不能够理解 不能够泄渡 你怎能成佛案 只能看得不放得下啊 你不能够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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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